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地球半徑是R 那有一個太空船 在半徑2R的軌道上 到地球運轉 那太空人的質量是60公斤 太空人在太空船裡面 這質量的話是等於60公斤 好,則一 受地球的吸引力多少 這太空人受地球的吸引力 這個是F 是等於這個是R平方 2R平方分之Z 大M小M 好,那他會說多少公斤重呢 那我們知道這個軌 在地球表面是60公斤 在地球表面的 重力是多少呢 這是四分之一 乘以R 這個R就是地球半徑 平方分之Z 大M小M 這個事實上就是什麼呢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入Z 所以是四分之一 Mz 我們知道這個軌 他是60公斤重 60公斤重 在地球表面的話是60公斤重 那麼在這裡的話是幾公斤重呢 就四分之六十 六十除以四 四一四 四五二十 是15公斤重 KG那邊 好,那第二小題 他說太空人的四重回落干擾 太空人的四重就是說 你在太空裡面 把一個秤盤 秤他的重量 按照這個太空船 跟太空人的話 都以 相同的速度 繞著呢 這個地球 做運作運動 所以太空船 你跟這個人之間沒有互相作用力 所以你把一個秤盤 在上面的話 這個正向力會等於0 我們說一個人的四重呢 是怎麼講 就有一個人 站在這個 秤盤上面 然後在秤盤上面的話 那由於受到那個 重力的拉承 那這正向力 要抵抗這個重力 把他支撐起來 那這正向力呢 他的多骨 會反映在 彈簧的壓縮量上面 所以你現在呢 放一個秤盤在上面的話 你人站在上面的話 彈簧不會壓縮了 所以四重等於0 就這樣說了 對